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 节目的军武器言,你节目主持Larry 我们继续上一节和大家说到英国的Budget 即Defense Budget,防卫开支将来会暴升 你没听过暴升,即是40多亿英镑 一升升到100亿英镑 支出突然超过了一倍 所以在2023年之后,Defense Budget 究竟提升到全球的Top 3 和中国拉近距离 究竟在这个情况下,有没有针对某些国家的意味 甚至乎是否真的在全球的蓝图 去到全球蓝图被少不免 你会和其他世界强权一定有些困 困的时候,是否又会和中国和平掘起 大家都是,很明显 两个和平掘起的权力一东一西 会否在空军上争取到空军的战场 今天也会和大家谈谈 当然,大家记得订阅点赞 订阅点赞,订阅点赞,订阅点赞 就可以最快收到我们节目的通知 好,今天还有我之外,就是Anson Heng Anson,你好 你好,Larry Heng 说起英国将Budget都会增加 Tampus的计划是否又会直接得益呢? 因为看见Tampus的计划明显指针对空军的河目 连藍载机的计划不是说它未必没有 但这一刻不打算 基本上集中火力 全都只是搞空军的情况 可能它也有看到F-35的三军 一起用一部机设计、生产等流程 可能有问题 我想它有借鉴的 可否和我们谈谈Tampus最新的计划 包括它将来与日本的一个很大的约合 但是分仓也不知道怎么分 所以将来Campus的计划是怎么发展呢? 其实加大了一倍的计划 空军的得益就是有机会加大 暴风雨的采购数量 去降低单机的成本 关于暴风雨 本身是之前范保洛空展 说明会在2027年进行首飞 但是不过之前公布了 日本是一个最新的参与国 而Ben Moritz都说 跟日本的一个谈判 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就希望今年内就会有最终的决定 我数大机会 相信跟日本方面是分装不均 相信因为Tampus 英国说明会对外销售 而对外销售 就像之前说过 跟日本会分市场 英国是负责欧洲和中东的销量 而日本是负责亚太区 或者亚洲的销量 但是不过 我想这个就是可能 大家暂时还没看到的原因 因为其实现在 对于Tampus 有兴趣加上买得起的国家 欧洲当然就是有日本 这个瑞典都说 他说明会不做T1 就是T2 应该瑞典都会买 而另外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暂时还没想到 他的角色是T1 还是T2 但总之意大利 是Tampus Program 里面的角色 因为Leonardo是其中一个开发商 而在中东 英国透露 有一些国家 对暴风雨 有浓厚的兴趣 相反去到亚太区 如果真的买得起 这个六代K的国家 除了日本之外 真的想不到 例如韩国那方面 和日本的关系 其实真的不是特别好 那韩国是否真的会买 这个日本有份的暴风雨 这个很大的问号 那澳洲 澳洲也是可能其中一个 有机会去买 其实澳洲和英国的关系 随时比日本好 那可能分界的时候 亦都可能有些钱给日本贷 特别在澳洲之外 就真的没有什么国家 会有钱买得起这个暴风雨 那我自己怀疑 是不是日本想说 中东土豪这单 日本想吃呢 分担成本 这个有可能 但暂时未知 但暂时知道的就是 最终定价 最终那个市场分布 应该是 大家暂时还未可以 签到最后协议的其中一个 最大的原因 就是这个问题 是的 因为说起 如果你说市场分布 其实真的很尴尬 我觉得日本 如果你和亚洲区 我觉得它最好的关系 是东南亚的 因为它真的有很直接的投资 就是放在东盟里面 但问题是东盟里面 全部都是共产籍 最好笑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一个比较大的 就是一个军事强国 就是印尼 但是印尼 它就加入了KF-21 是 那里搞笑 其实它最后很有可能 它去发展五代 其实那里不是五代 KF-21 其实它的设计 我觉得很有趣 它是先由四代半机开始 然后就 stage1 stage2 就尽量去到4.99 不知怎样 最后就去到五代 它是有一个跨代式的发展的 这个就是韩国人的部分 印尼是有20%的股权的 在里面 不过就有机会 有机会 但是它连这个数据也找不到 我就不觉得它可以找到 即是接近这个数据 其他国家 是马来西亚没有钱的 接着你计算菲律宾 越南那些更加不用说 越南就算有钱 它也未必想到这个program 它可能还在想 如何在四代机里 要保强它们自己 包括可能买更多的S35 不过若S35在战场上跌了这么多 还买不买呢? 会不会真的试试想想西方的战机 它们就算未必说美国战机 都可以想想想陈锋 可能他们会想想台风战机 这些位置 他们就未有计算买这些 其实东南亚最有钱的就是新加坡 但是大家也知道 现在新加坡基本上 它都是集中精力 都是在搞这个F30 program F35A F35B等等 我想它也不会分身 而这一刻 起码 这一刻就会答应 我们不如 除了F35之外 进入你们的 大家知道小国的问题 就是它的后勤做不到这么大 它不能去到这么繁复 给了这么多国家的武器 摆到小国 它受不了 它的工程度受不了 人员的分裂受不了 是吧? 维持的资金受不了 所以我们觉得正路 新加坡都难 其实整个东盟都不用想 中东国家更好笑 中东国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它们的战机 很多都在用 我们叫做Hawk 用英国的教练机 教练机市场 在英国和中东很大 英国随时的影响力 比日本更大 你这样算来算去 其实英国是可以做完你所有生意的 虽然这件事是不是骗局 其实是捆入日本的课金 捆入你进去 不过这么说 也不能完全是骗局 因为其实你说真的 有些技术 如果你不是来自英国 没有例如我们说的引擎技术 美国是不会给你的 是的 大家知道美国的关系 一定会碰死日本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美国真正的敌人不是中国 如果是海军来算 海军来算 海军来算 最近在太平洋的第二岛 第三岛根本就是日本 而日本也有这个能力 可以由陌水海军 蜕变成为蓝水海军 完全有这个能力 不过就是因为美国一直长期 掀制着它 掀制着它才做不到 所以它一定会很骤忌 如果可以的 我跟Anson Wink經常说 F22卖过去 你F22不卖 你卖F23给它 又不行 F35这些 不是日本想要的 你就强塞给它 所以我想它应该是 国产引擎那里 应该都很卡 就是它那个 它那个 真的卡死了 所以其实这次Tempest Rose Royce 很分享六代机的引擎技术 给日本是一个很大的吸引 相信这个就是为什么日本 肯落搭 日本真的很少很少很少 甚至可能是没有 是没有买过英国军备 这次是第一次去加入英国的计划 很大程度上是英国愿意分享一些核心技术 尤其是引擎 日本是最缺乏的技术 是的 所以我想最后一个原因就是 日本自己丢回自己就可以了 它也买不少 它买的量也等于很多国家的总额 想想它买F35 它等于是美国以外 最大就是日本 所以其实只要它买 就等于有几个国家买 所以我想钱那部分 它们又不是太在乎 它们纯粹最在乎 就是技术 可能它有多成熟 它可以拿到多少 它的份额内占它是多少 但日本一定是一线的伙伴 就像F35 理论上的技术 如果不能分享给它 它也很难再泵水扔钱下去 绝对是 其实这个早前的协定 其实罗斯莱斯都愿意将技术给IHI BAE也都愿意将它那些人工智能 将它的雷达技术也都愿意分享给日本 而日本也都愿意向英国去改良 它的Meteor 去改善它的秒长寒地系统 去适合六代的战场上面方面 其实两边都是互相有得益的 相信英国也都很愿意 去将技术去分享给日本 所以如果技术层面上 如果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困难 没有那么大的困难 我相信这个可能是在市场上 真的分装不满 是的 不过我们又说一个点 就是日本的Buy Tempest 就是暴风雨这个计划 其中一个 当然大家都想 就是日本要对抗中国 对抗中国的崛起 包括中国的空军 都是急速成长的 包括第一 你看到它的4++战机 现在是急速上升 包括它们的纤10C 大量开始装备 还有大家要留意 中国空军是不惜工本的成长 例如他们的战机 已经不是以前用的被动式 包括机械式的扫描 全部都尽量加装 当然是自家製的 即是自家製的主动电子扫描 即是我们整个ISO 它们是不惜工本的 包括纤10C 即是400多架 当然不是全部都有 但未来的新一批全部都是 接着纤16全部都是 纤20全部都是 而纤11是比较尴尬的 纤10C 因为纤10C 它们现在是旧机 但它们的传闻 因为这个我还未能证实到 就是它们未来会做纤11D 但要看它们的预算够不够 因为它们有9万多款 大家知道 包括它们要做纤15最新的 纤20要做双佐版 纤16要做电子版 你想想有9万多个项目 还有没有钱给纤11做D型呢? 我们会再看 纤11D型某程度上是苏35 即是它要将纤11的家族 就像苏17家族那样 改善它的机体问题 大家知道机体问题 就是令它去不了9G 即是它本身的结构是弱一点 在空战上有弱点 明显纤11D 有没有这样的钱呢? 所以现在中国是不惜工本地 发展的空军 连千20都会一直提升上去 甚至乎有传言说 它们会做六代机 未来的project 是否已经静小小开始呢? 所以我估计日本是极急的 日本觉得它能够和中国保持的优势 就是科技优势 尤其是空战的优势 海军其实大家都已经很近 而数量上更加不能和中国比 唯一小小的优势就是天然上的水深问题 所以水下的艦队是比你优秀的 这个就是唯一大的优势 所以我估计日本压力会大 在空中 包括F15J 大家都知道有几个 说了搞超级拦截机的概念 这么多年 你看到都没怎么推得出来 但计划也一直在下降 F15J的机灵真的可以进入物馆 接着F15 接着F35现在上升 但现在我们要看看F35 可不可以帮日本争取时间 令到它将来的六代机 所以我估计六代机 是一直都出不了蓝图出来 它很担心在长远 未必在2030或2040是这么急的 但在2040之后 空军发展 我估计日本现在是空白的便宜 要不就买美国 但美国NGAD不会给你 是什么卖给你呢? 不会 是吗? 大家发现NGAD是国家 即是等于F22 它不会卖给你的 那怎么办呢? 你又再没有F35这些 program的六代机 Tempest出现其实不是救命草 它是唯一一个可以做到的事情 因为时间和英国愿意分享技术给你 但另外一个还有欧洲的 但欧洲的时间可能未必会走到日本 而且欧洲和日本的关系 始终没有英国和日本的关系 那么密切 其实日本真的没有可以选择 如果它要延续自己空中优势 兼且可以有自己的生产能力 它真的只有一个可以放到它 但不过这个暂时可能是一个 究竟什么问题 可能是要年底才可以有最终签约的问题 这个都可能要看一看 究竟中间卡在哪个位置 不过我猜英国是很知道日本那种想法 以英国人那种精明做生意的情况 我猜它敲到第一个点就是技术的开发 技术开发 老实全世界只有我会给引擎技术 你怎样拯都拯不到 而且老实 法国的引擎和我们比 都是有差距 很简单 大家看看台风和震风的引擎 已经差很远了 你比一比你也知道哪个引擎更好 你究竟想想达梭那边出的 还是你考虑一下 即是现在在Blox Royce那边 美国那个是好 但你不会拿到 所以其实去到这一刻 我觉得日本尤其是还想做国产引擎 我觉得它真的没有什么选择 这是第一个给人 我觉得它第一个是给英国吃主 第二个就是英国很知道 就是你很害怕中国 即是你很害怕中国 接下来的五代机、六代机的潜力 和发展 其实没人知道 但英国不在乎 因为我本身就是领先中国 起码30年了 但日本到这个底 日本的战机全部来自美国 但你真的看不到 F-35之后还有什么程式在移动 NGAD有没有你的份 我觉得英国人就吃硬你的 这次 第二个问题就是 最后的数据 你都要走到一个位置 让日本觉得 起码都舒服和开心 起码都比较高 起码一点 被人按都比较高 是的 其实另外一个 我们很小朋友 就是它的战机 是否应该是日本 设置一条生产线 如果不是 这样计算下去 日本就真的 搞不了offset的数据 很难offset 那张单单很大 我们也猜到超过100架 200架 暂时是英国、日本 每个国家200架 是一个这么大的数目的投资 所以我觉得 谈到现在 这样也算很顺利 谈得很快 其实 其实 这个数量也有 我想在最后的外销市场 有机会是 是的 还有英国也肯给一些 Avionics 就是我们说的 一些航面上的优势 比如说 人工智能 B.A.E. B.A.E. 也会去分享给这个 Mitsubishi 是的 如果再结合日本的电子科技 其实大家都发挥他们的所长 是的 所以希望这个program 能走下去 我想对日本来说 始终都是他们担心五代机之后的世界 尤其是要对抗中国 一直挖起空军的发展 即是它无限不绝的玩法 以及它不停地取得人才 周围调的位置 我认为是令日本核心 是的 没错 如果未来有什么其他的后续发展 那我们再跟大家更新 另外大家记得支持 包括看广告 订阅我们的youtube 或我们的patreon 美元频道 或者货金可以在银行payment 转数快 或者可以用paypal 或者youtube的功能 支持我们 好啊 那我们在其他 战报 或者我们讲的世界平台消息 今晚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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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